嗯 OK 大家好吉祥如 吉祥如意 好我们来回到这个 嗯 现在说什么 现在我们来说这个 下一个兄位 也就是正南方 大家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兄位就不要停 真的和你们说 我知道大家都很急着想要赶快 好运啊 钱财多多啊 工作顺利啊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大家 大家必须也要非常谨慎关于 去关注 比如说那些凶的位置 因为你不要去冒犯凶的位置 好好的运用吉位 那其实你整个月都可以很顺利的 好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嗯 我们来讲正南方 OK 正南方的2021年 正南方的2021呢 是 一个集位 在今年呢 是100级星飞入 这个正南位 所以是很吉祥的一种看法 但因为在这个月 就是9月7号 杨历 到10月7号 有这个 恶黑 我们说恶黑的这个 凶星也称之为 并腐星 飞入了这个 正南方 那其实正南方的 南方五星是火 离挂 那火土是香生的 火土香生 100级星呢 又是水 100级星又是水 那恶黑的土的力量自然就会比较大 土水有香克 香克 所以我们说在正南方呢 在这个月份里面 9月7号到10月7号 这个恶黑 凶星有启动之向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观察 这个 这个飞星的说法 在这9个宫格里面呢 在这个月份 极的力量呢 它的方位呢 其实没有那么多 就是说正西 还有这个 东北位 是处于处于这 极位比较有力量的 那么凶的位置的力量呢 几乎只要是凶就会感觉上都是非常凶的 所以在这个正南方 大家必须要去 非常小心的去处理他 在这个正南的方位呢 大家 记得一样东西 你居家的正南方 不要聚集 在那个地方 太久 太多 什么叫聚集呢 就是说 如果我的客厅是正南方 那我不要大家都待在那个位置 这样很容易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比如生病啊 比如 现在疫情嘛 那 我们如果说出去外面 去南方的地方 南方是哪里 我们就要去考察 就说 说新加坡的南方了 这个马来西亚的南方了 这个香港的南方了 中国的南方了 跟每个地方的南方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用我们先这样去考察 只要是在于说 居家南方 公司南方 大家不要居在那个地方 说太多话了 在那边吃饭 不要很多人人杂 聚在这个正南的方位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你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公司 你就更要细心的去了解 正南方在哪里 因为病腐心不是闹着玩的 跟着现在的这个疫情的影响 大家也切切记要非常谨慎 所以在这个月份的期间呢 正南方位在哪里 找出来 找出来了 记得不要让大家 大家聚在那个地方 很危险的 尤其在工作 跟岗位的那个地方 刚好那个地方是 我们说pantry 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 然后大家就坐在那边吃饭 全部聚在那边吃饭 很容易有事的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的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卸这个 二黑 土的力量 那怎么卸呢 我们可以用金 金来卸 金来卸这个土 那就是在这九个方位 就只有这个 就只有这个位置 我们很容易用卸 来卸掉胸心 为什么其他的不要呢 因为他的五行不搭 原因第一是因为有一百吉星在正南方 一百为水 那么二黑是土 如果我有金出现的话 这个土可以 力量就转弱 生出了金 金的力量又可以再去生 这个一百水 这样反而呢 可以让这个正南的这个方位 变得更加好 所以大家是必须要 关注的 OK 那如果我居家的正南 这个位置 这个方位正南方 刚好是我家的大门 所以大家必须要非常关注这个居家 大家 进出门 大家的健康问题 尤其 听清楚哦 尤其家中 最小的 儿子 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个正南方的 二黑飞入他有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提示 家中最小儿子 必须要非常关注 如果刚好我家 大门在 正南方 我们我现在在说的只是大门呢 不是客厅不是厨房不是其他的位置 居家的大门 OK 大门是一个人家都进进出出的大家进进出出的 所以只有家中 如果我家中是没有儿子的 那你可以安心了 那如果我家中是有 两个儿子 那最小的 最小的儿子要关注 来这个是要关注的 OK 好如果说是我的房间呢 那应该要怎么样 我们同样的房间可以用这个金 来卸掉这个二黑的问题 OK那在厨房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非常关注我们个人的卫生 那呃比如说吃完了饭那个饭叠啊 碗啊 汤食啊擦啊 大家要记得立马的赶快的就要 跟他洗起来不要就是放在那边 那那个桌子如果 就是煮了有一点油啊 那赶快跟他擦 这样才可以避免发生意外 所以 Hygiene我们先说卫生是第一大关键 所以如果你正南方刚好是你的厨房 先把卫生处理好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如果说有动到 那些刀啊 要切菜啊 剪刀啊 大家非常关注 不然这个将会受伤的 所以要非常小心 OK我们来说一下 金 金可以用什么来代表 金可以用铜铁来代表 金呢可以用形状 圆形来代表 可是圆形的形状来代表金呢 它的力量是不大的 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用铜铁来代表 来卸掉这个 二黑土的力量 那下一个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 金的五行也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种 就是铜铁这样而已 金呢也象征 金气 什么叫金气 金气是有杀伤力的 你知道那种杀虫剂吗 用来看到蟑螂啊 你就要喷了那个杀虫剂 要杀蚊子杀蟑螂的 你试试看喷了你去闻 你觉得你会不会受伤呢 一定会的 所以金气带有杀伤力 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杀我们自己 我们不知道受伤 可是我们可以用采取 比如说在 你的正南方的位置 可以放那个 那个净化空气的那个 那个英文叫做diffuser OK 你可以用那个diffuser 去净化那个空气 那个叫做金气 但是你一定要用对的原料 怎么去净化你的居家的空气 可非常可惜我们的那个 那个气 他还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的做 就是暂时我们的那个 精油的那个气没有了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比如说去考量如果 我去问一下我去问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这种 可以帮助净化那个环境 可以消除我们说的那个 病菌啊病毒啊 保保持我们的健康很好的那个 放在这个正南方 把这个叫做他的气 以精气来泄 二黑雄心 这个可以放在我的家的大门 也可以放在我居家的房间 都是没有问题的 厨房也可以 下一个就是说精气 也可以调整这个空气的力量 那你可以在在家中放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amplifier 是吗 啊就是进化的 我不知道那个叫做什么 那是进化空气的 还有一个 那个机器吗 就是可以帮你filter 就是吸了那个气 然后又在 进化你整个房间的空气 那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但我还是会觉得有那个diffuser 是最好 因为那个真的叫做有精气的力量 ok 所以这个就是正南方 大家必须要非常关注 那南方呢 也象征 比如说新加坡的南方 比较偏向于在这个 接近在这个城市区 所以大家在城市区的那一带呢 一定要关注这种 可能现在疫情的力量呢 会会影响 所以大家被非常非常的关注 下一个呢 如果你居家 正南方的大门就不要再讲了 所以其他的呢 我们就会稍微要关注一下 比如说 那个房间 如果有谁用 在那个房间的话 你要关注他的个人自己的健康 那这个正南方呢 就是会比较容易影响 对于现在我们最敏感的事 就是健康 好我就把这个正南方的说法 分享到这边 那给下一个我们会讲的就是 西南位 只要把西南位 说好 我就已经 就是圆满了 整个九子 飞行九个宫格的那个 说法 好 那正南方的 二黑雄星就说到这边 希望大家喜欢 吉祥如意 孙子 想不出家